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抓到我的把柄 大不了我就真的如你所说 造一座金屋将它藏起来,多久我都耗得起 姐姐,你的确有必要好好安慰我一下 蚊子咬我,是在索取用以果腹的血液 那么你对我做的那些事,又是因为什么呢? 十五亿 只要让我过去再看他一眼 如果他确实是我想的那个人 我可以开到这个家 姐姐 好冷 马上就好 所以再抱紧我一点吧 我诚挚邀请某位精灵般善良的姐姐下水 与我共进海上下午茶 如果他想没收陆景和先生这辈子能吃到的所有冰淇淋 也不是不行 比如说,我想从唐椅上下来 你一直抱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 我要是不说,你要在这里趴到世界末日呀 尊敬的见证者 请赐予我至高无上的荣耀 与权力 神赐予我荣誉的皇冠 没想到一场清风却将王后送入了我怀中 你喂我吃 怎么样 不是很方便吗 律师姐姐 我是这个星球的王 享受着臣民们崇拜的目光 尽管我只是一只猫 你或许会好奇 人为什么会崇拜一只猫呢 道理很简单 在他们眼中我不是猫 而是一个象征着名利的符号 自然能见人爱 我本以为人类就是这么的贪婪和无聊 但我遇到了她 她是一个很懂猫的人类 会放纵我的孩子起 包容我的任性 她会陪着我去冒险 用她的方式时刻保护我 而非虚情假意的口头胃 当然 她也有对我发脾气的时候 可那样子 却像极了猫的金鬼 让我着迷 我的小公主 我多么想独自占有她 让她的眼中只有我的存在 容不下旁人 嗯 你说 我是不是给她展现我真实的样子呢 就像所有的童话一样 用一个亲吻 低级公主与王子的永生羁绊 啊 我听到了 你说好 对吗 那么从此之后 我们就是彼此的唯一了 不要装傻了 我就是在和你说话 我亲爱的女人 我亲爱的女人 今晚似乎不会再有人来了 梦里有你自然就都是好梦 啊 如果我真的想一身相许呢 不可以吗 为你热切注视的这个过程 才是我最想要的礼物 所以 再多看看我吧 噢 是一种很危险的生活 擅自逃跑的话 我可是会惩罚你的 既然 有一个现成的老师在这里 那 要不要我教你 与其去相信那些禁忌与传说 不如来相信我吧 我会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姐姐 画画要专心 终于也有一个人 知我 懂我 会在我失忆的时候陪着我了 你 你看到了 好吧好吧 在你面前 我要 乖乖你 你喜欢的话 我会让他永远绽放 永远陪在你身边 什么颜面称自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非要惹你生气 才肯多看我 我费尽心思 亲手设计的礼物 当然 要我亲自帮你戴上了 你好像会错意了 我从没把你当过姐姐 我从没把你当过姐姐 是不是很好看 很完美 真正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怀疑他可能真的另有隐情 只要拿到了这个 你们目前所有的疑惑都会解开 既然这样 老板有没有兴致和我玩个游戏 这个有没有 我们跟上去 再有什么意外情况 我们马上撤 都想要 原来姐姐这么贪心啊 看来只有我能满足你了 过去的事已经不可改变 但对于摆在面前的现在 我却有一件无比确定 难道你一直没摘草莓 光顾着看我了 以后 你可要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不准离开 是啊 我是在吃醋 如果学姐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就不计较了 我想要 学姐的一个我能力 我可是天下第一好哄的男朋友 连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一碗合印面店 怎么样 你不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很危险吗 想偷袭 我可是时刻关注着你呢 这叫君子爱识 这叫君子爱识 曲之永道 如果是跟你一起 那我愿意相信 这是与灵之神给予我的指引 愿我们的余生都会如同眼前这景色一般 相互牵绊 相互交缠 就像现在这样陪我待一会儿就好 我说呀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 我们逃吧 今晚刚刚开始 我们还有机会去任何地方 创造更多的回忆 怎么了 希望你不要对我做太过分的事情 听说只要是一起看过极光的人 都能获得幸福 看我看的都出神了 我有这么好看 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等我的人 竟然是我的敌人 遇到你 走近你 了解你 你让我相信 生活并非此消彼长的灵和博弈 你改变了我 也请让我在未来的路上 为你创造更多可能 温热在我手 你是未定的希望 却是注定的光芒 照应我的心 它会也褪去 愿我也能温暖你 画破 苍生 你心系天下 却唯独抛向我一人 和我一起留下来吧 知道你的世界里 不会离开我吧 想不到我也有被难住的一天 不过别担心 我可是King 我想为你画朝阳满月 画山砖潮汐 我想为你画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我希望 这每一幅画里 都有你 今天比较好 我好看 你们现在我们要看